10月首个交易日,售价期外围市场波动等影响,互生两市低开低走,股指权限重挫,两市与九成个股票率,消费类板块重挫领跌,地产、金融等板块均表现低迷,拖累互质开盘失手2800点,为盘跌幅继续扩大,跌近4%,电子、通信等科技类板块亦杀跌, 创业板值5后跌于4%,盘中逼近1350点,盘面上,行业板块全线飘率,休闲服务,食品饮料领跌于5%,燃起鼓舞后拉升活跃,机材概念方面,边缘计算指数领跌,芯片概念,集成电路等跌幅之前,两市成交量较上一交易日略有爆量,互指收报2716.51点, 跌幅3.72%,生存指收报8060.83,跌幅4.05%,中小版指收报5486.88,跌幅4.59%,创业版指报1353.67,跌幅4.09%, 户市成交1415.32亿元,深市成交1474.15亿元,两市科技成交2889.46亿元,较上一交易日的2632.11亿元热肉放量,盘面上,全线下跌,休闲服务领跌于5%,食品饮料,垫子,房地产跌幅之前。 机材概念方面,一市全线票率,边缘计算领跌近6%,基层电路,芯片概念,超级品牌跌幅之前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